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这个局面不错 咱们这是两岸两张会 台湾的张大春 咱们北京的张明 而且这个也是枪枪书店又开张了 这两位正巧还都出书了 我得给推荐推荐 你看张大春老师 小长好家长篇上下的小说 城邦暴力团 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无暇小说 而且内容是什么 中国地下社会总史 我感兴趣 世纪暗战江湖变迁 现在这个 我还以为是讲城管的 看看张明老师的 这切合今年了 张明老师是辛亥 辛亥 摇晃的中国 晚清民国大变局 我把你这个提计也说说 如果有人看了此书 不再像过去那样 把这场革命符号化 从历史书的雷池里 我们现在有一词叫雷人 从历史书的雷池里 爬到了边上 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来自台湾的大春雄 对历史也有研究 上次在这跟我们讲辛亥 讲北洋 就非常有意思 然后张明老师也是研究那段时期 今年还正好是个日子 是个年 对 辛亥百年 我觉得真是也挺有寸劲的 辛亥百年一来 孙中山的外孙女还是孙女 在台北出的车祸 元旦第一天 1月1号 1月1号 你看看就生命垂危 是 他还是从香港去的台湾 他特别跑去参加一个活动 对 结果就碰了车祸 这一下子 真是 这就这样 咱可以聊聊辛亥时期的女人了 辛亥时期的女人 咱从哪说起呢 我觉得这个 咱说是小凤仙吧 大春老师 最近对小凤仙您有点分析 不 这个对 对 我们过去一直把小凤仙和这个 蔡厄 蔡松坡 蔡将军 怎么样逃出北京这件事情 连在一块的 这个当然有很多证据了 比如说像刘成瑜的红线记事师 就提到过说这个 这个美人侠走蔡将军 可是事实上刘成瑜是 关系着蔡松坡逃离北京 逃离袁世凯的掌握 这一块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应该知道 事实根本跟小凤仙没有关系 小凤仙原来是个妓女在上海 叫小凤云 到了北京重彰验制 可是为什么跟他看起来后来有关呢 是因为蔡松坡在逃出北京 也就是逃出这个 袁世凯 他有很多侦探的 随时监控了他 那么就希望 就怕他回到江西去 回到云贵了 云南了 主要是云南了 等于是反对袁世凯 那么这个中间 前一天晚上 借着一个也是刘日的一个将军 这个人是在 恐怕一直到49年以后都还在 这个人叫哈汉张 他也是刘日的市管学校毕业的 跟蔡松坡是前后期的同学 刘承宇也是 他们都是张之洞一批一批送出去的 刘日的 那么 当天晚上借着给 给哈汉张的祖母过生日 好像是80大寿 唱戏 艳客 他们几个人呢 还包括一个叫丁淮的 包括哈汉张 包括刘承宇 这么几个人打麻将 就在这个败寿的寿宴隔壁 房子里打麻将 打了一夜 打到第二天早上 蔡松坡沉不住气了 说我要走了 可是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他一定是为 不是为了败寿来的 是为了想办法脱离管控 这席间就有一个人说 你就再打两个小时吧 还不晚 再一打打到七点 非走不可 接下来这整个戏就演出去了 怎么说呢 故意的跑到进新华门 进总统府 当然袁世凯当时大总统 进了总统府 那些跟踪的侦探 一想你打了一手麻将了 你也不可能 你就大概就上班了吧 这些人就撤了 撤了以后 他进去做了两件事 第一 蔡松坡 故意看表说 哎呦我的表 快了两小时 所以来早了 那时候早上七点钟 对 通常你九点钟才 才会到到位嘛 可是门口的人以为 蔡松坡是临时 受到通知大总统来召见 嗯 那么他呢就故意进去之后 哎呀我快了两小时 来早了 就在那晃 晃着两个小时很重要 为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视之如无物了 因为 他已经在那晃半天了嘛 嗯嗯嗯 第二件事他做的就是 打了个电话 给小凤仙 说我们中午在哪哪哪吃饭 小凤仙当然是一个被动的 嗯 他也就莫名其妙了 大将军说要吃饭等你吃饭 接着 大概在九点以前 找了个时间 大摇大摆出正式堂 呃就就从西门走了 坐了一个三等车到天津 再从天津坐坐船到日本 之后再绕回了云南 啊 这可是这个事情呢 这同桌打麻将这几个人很重要了 因为 第一个他们如果不圆这个谎 他们就是最后见到蔡松坡 而极可能跟他密谋出走 有关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说这小凤仙 大概到到 坐车到丰台 带着他一块走了 都拿小凤仙做幌子 可别忘了 小凤仙实际上 蔡松坡当年也就确实是 有意跟小凤仙在联系 就是他意思说我纯九富人了嘛 我没有什么大志了嘛 对对对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烟幕 感情在整个离开的过程中 这小凤仙等于 没什么 他完全不知道 接了个电话 完全不知道 完了 这个事呢 而且关键是后来人愿意信 这种妓女 这种侠女啊 妓女又是侠女 这种事 中国很多 红福嘛 没错没错没错 人愿意信这个 对吧 而且英雄美人 你说这种事故事 其实真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人家乐意传 但是加上那个刘麻子 就是刘成瑜 他也乐意 他乐意放了烟幕 对了 而且他又当事人嘛 对 他这么一说当然是没法 他是主谋 他等于是主谋 我还记得有人讲啊 就说那个时候 还真是有这个青楼的仗义 他们说 中国人那个时候老辈子 人不是讲什么婊子 无情细子无义吗 是 说婊子是无情 但婊子有义 说是很多 我听他们是不是瞎传呢 说是当年的什么谭四同啊 或者他们这些个人 甚至一些乱党啊 就整天也就是在这些妓女的房子里 开秘密会议 跟西海革命的 跟西海革命有联系的就是 我觉得两个事 一个就是说那个董竹军 董竹军很有名吧 紧张范的老板啊 对 后来也一直都有名啊 这中国历史上 都知道他的 没错 当年就是 就是西海革命的一个元勋 下之时 后来重庆那个军政府的傅都督 就是在上海 把人拐走了 嗯 就是这是佳话 但是后来不后来又出麻烦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时在他们办报纸的一帮一帮革命党啊 经常站 就在堂子里头搞啊 是 啊 意识都亮了 很好的掩护 掩护啊 打茶围 吃花酒 没错 这事就把这办了 没错 革命会议 吃花酒开 所以这个青楼文化还是跟我们革命有点关系 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还不仅这个 我觉得梁家妇女也有关系 革命 南洋富商的陈碧军 富商的这个小姐陈碧军 陈碧军 陈碧军是法国护照 就是为了方便掩护运炸药的 嗯 他那个就在压二胡同那个地方 就是谁呢 那个车辆好了 就是这个车上王的马车闭从那走 那个桥车辆好了 然后那么一大到那个铁匠铺打了个大铁罐子 装了一铁罐子 黄是火药 嗯 然后呢 引线是拿过来 他们是搞那个摇 就是那个电话机 摇把电话机引爆 那么引爆 没有电钮 没有电磁 那时候都没有 而当时呢就是说 你如果摇这个 那个这么大一罐子 摇的人肯必死 嗯 必死 所以汪精卫想 就是我来摇吧 就我来摇嘛 造药是什么余培伦和那个黄复征怎么造 那你们造的药 你们功能挺大的了 我来摇这个 他必死 当然必死 嗯 必死啊 这个你想想看 那天就是 就是完了 林埋那天 第二天早上 一早上上朝嘛 晚上那人埋 晚上去埋的时候 陈明津说 说那个 这样我跟你睡一觉 太感动了 嗯 因为你必死嘛 你跟孙子王他妈 顾死 睡一觉 完了这个 王精卫就没答应 没答应 没答应 这种 这个感情很深啊 你说这个爱情真是真真爱情真爱 不是讲一点不讲 王精卫美男子啊 对没错 美男子完了结果呢 好那天他倒霉的倒霉哪呢 那天把他们那挖坑埋的时候呢 都按都按差不多了 哎呀二胡同出了一个 出了一 出了一老乡 出了一居民嘛 晚上那个跑度 跑了拉西 一看就看见了 几个人影着哭 不就什么事呢 踢着裤子就一嚷嚷 嚷嚷起来了 就嚷嚷起来了 一嚷嚷起来了 一嚷嚷起来了 当时那个整个那个组织 这个城管 不是城管了 就是那个街道组织 城邦暴力团 然后就往上报 往上报 到警察来了一看 火 这一罐咋要在这放着 嗯 都全在这放着 后来不就顺 就是顺藤摩瓜嘛 顺藤摩瓜嘛 顺藤摩瓜就把这个案给破了 就把这个汪精卫抓了 嗯嗯嗯 哇 这这陈密军 陈密军走了 就抓了汪精卫和黄奉生两个人 当时呢 这汪精卫真是厉害呀 而且 人家不管长得漂亮 侃侃而谈 是 我每次提审 最后把那个素王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车道方子的爹 嗯 给感觉还有 还有两人 一个素王 一个就是那个善士 一个是 嗯 张 张东祥 就是五四那个 被打的那个 嗯 张东祥 张东祥这两家伙就一起 爱孩子心中之小 感动了 这小子这么棒 别别别杀他 别杀他 留着 最后留着 不是留着我一号 第二年就陷害革命了嘛 啊 放的时候 那真是啊 北京人一汪汪汪汪汪汪来看 说看美男子啊 王家伟当时特别风光的 这当然叫 咱们早有个典故叫 看杀未戒 对了 当然就那感觉 看杀未戒 看杀东坡 就是从此以后 留着一段假话 这俩家伙就 王家伟 陈碧军就 接连理了 生死不遗的爱情 到了 这个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呢是 这个像那个何祥宁啊 这个宋庆灵啊 这个宋庆灵啊 都去的所情 咱们都是 原来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完了以后 原来都是姐妹 抗日战争完了以后 就是王军温已经死了 然后把陈碧军坐牢嘛 这汉奸嘛 是汉奸 然后说是这个宋庆灵和这个谁 何祥宁 还跟这个毛泽东周恩来求情 当时我是听说这都是演绎吧 反正是毛泽东表示呢 就是说他要写一个认罪声明 就行 就把他放了 但是说陈碧军这个人 要不是这个女人呢 就是那种这个倔强的人呢 就是说这个不认 就不认 说是这个 不能够不起汪先生 就是老蒋才是真正卖国的 汪先生没有卖国 反正就是 最后就是死在牢里面 而死在医院里 生死不遗 生死不遗 哎呦 你不管怎么 他不是单乱汉奸 他这段爱情的确是可歌可泣 那个时候 还有一点 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发表演讲 我们今天啊 不论电视也好 网络也好 视频也好 或者哪怕我们出本新书 也要演讲演讲 没错 就是人对公众发表谈话 这个机会太多了 任何人都有机会 看看而谈 嗯 不管说的好不好 嗯 可是在那个时代 一个人能够面对一群人 哪怕就是百数十个人 讲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而且是一个很高贵的仪式 哦 您刚刚讲暗杀 那个上海镇守使 也就是袁世凯派到上海去的 郑鲁城 郑鲁城 他被乱枪打死的 在上海的长江大桥上 打死他以后 又是两个刑刺的刺客 呃 当然都据说是这个陈其美安排的 陈其美是革命党 中共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所以革命党在1914年成立之后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暗杀 这个暗杀的之后呢 他不但打死了郑鲁城 还把他的贴身保镖 连打了九枪 心脏都打出来了 可是打完之后刺客没有跑 其中一个站在这个铁锹镖 发表演讲 讲了一分多钟 直到人 没抓他吗 一分多钟以后被抓了 他那一分多钟演讲 对他来说 那重要性 不亚于开那几枪 就是要发表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情的公共价值在哪 所以伸张公共价值 这个仪式跟这个行为 就成为了 这个我们现在来回头去看 在民国成立的那个时代 这个很奇特的一个 很奇特 我的感觉啊 就是一堆这种奇男子奇女子 你要今天的这个社会啊 没有这种故事发生 你后面你怎么可能 我就说这个汪精卫 他还传出这还要做诗 是吧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这一阶里做的 耳机就是郁主吻的传出来的 对 慷慨 这个 慷慨做楚球 对对对 聪荣什么 聪荣做楚球 聪荣做楚焉事 慷慨 歌焉事 歌焉事 聪荣做楚球 这边到后来 这所以说我还见过一个就是说张学良有一个回忆 哎呀就是感觉你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彪悍的陈碧君呢 这个非常彪悍的女人 他回忆就是汪精卫啊到后来汪你要不说这个汪精卫也被刺杀过 嗯被是是是被打击重伤嘛 对对对打击重伤 说当时 王亚乔 王亚乔搞的 王亚乔搞的 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在抗日战争 呃 前之前33年 33年 在南京开会 在南京本来是想刺杀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那天正好这个这个开完会 最后大家要下 蒋介石不是什么了 没了没来 那正好是找第二个嘛 他是副总裁嘛 呃 然后就说这个张学良当时就在 然后就说把汪精卫打倒在那里 这个陈碧君来了之后啊 捶他的胸啊 就说你起来你起来 咱们这是革命 这老革命 你怎么这么怂啊 你给我站起来 我说这个太厉害了 这女人他们说汪精卫是个气管炎 说不是特别怕老婆 传说传说传说是吧 传说是 那个时候的就是你刚才又讲小凤仙哈 是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一个 那个女人就是干预大事 或者跟大事发生关系的女人 是是像他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有很多种类型了啊 你像小凤仙呢 嗯嗯嗯 小凤仙其实没干预 他并没有真的干预 他是被干预了 他是情文 对 他不是他是旺丹的虚名 他也不是红情革命 你也可以说他旺丹的虚名 也可以说这个虚名 对于小凤仙耳朵后的这个皮肉生涯 是有极大帮助 火了 火了火了火了 大火大火大火 我看过照片 小凤仙其实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北京的书记里头 不算是最丑仙 没错 我还更想跟你们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会是不是审美观在变化 为什么我今天看那个年代的很多那个照片啊 什么十大铭记啊 包括小凤仙呢 或者是当时传说的这个美女啊 或者是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 都不见得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长的都都那么回事 电影明星好一点 不能算美金 因为中国呀 中国这个东西 是为什么呢 中国这个就是拍照片 然后你展出这个历史挺短的 嗯 就是说他们说从狄平子开始说他第一次 第一个搞这个名堂 人家妇女没人一个干啊 上照片上杂志嘛 完了就没法照照妓女 妓女也很难 他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说 照照片上出去他 他可以卖身卖艺卖身 但是你要说 这种事那时候 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新鲜事 都很拘谨 是 当然也可能的是说我们现在审美观点有点变化 因为我们跟外国人觉得太太长了 你觉得呢大真兄 这是不是一个审美观在变化还是怎么回事 有一点啊 就是我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一点 我想可能也有关系 就是曝露于公众的女人 而被公众所看到的女人不多的 哪怕我们在街上走路在当时 你可男人与你很多 可是他并没有形成一个视觉焦点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剧情长篇 如果记得不错是属于剧情室 而且还带有一点社会写实记录的内容的 叫做颜瑞生 颜王爷的颜 祥瑞的瑞 对 声音的声 记录一个真实的案子 对 这个颜瑞生是杀了一个妓女 她自己是一个退职的买办 念过几年书也被给退学了 那么在洋行里工作也不是特别 这个守本分 那么当然吃喝嫖赌都来了 后来就因为实在混不下去了 伙同一个姓吴的朋友 两个人 约出一个女子 这就是一个极有名的一个妓女 叫做王莲英 就是李莲英的莲英 把那个妓女叫出去勒死 就是卸除一身首饰 就是他那么点 那么点钱 可是当时正好是因为南北内战了 所以他想要逃到北方去 应该可以逃得了 可是没想到 新闻记者当时就追得非常紧 就是他到了山东到海州 在徐州车站就落网了 落网之后大概没有几个月 一个到一两个月 舞台剧就扳演了 黑反应到快 就有人演他 没有到半年 电影就开拍了 电影就接着就大红了 你看他们还找到了 长得像王莲英的演员 也是一个妓女 还找到了这个 当时一个足球明星 叫邵鹏 这个邵鹏跟这个共犯姓吴的 还是好朋友 另外还找到了闫瑞生 当然他给人被枪毙了 闫瑞生跟他同行的另外一个买伴 长得也像他 也会学他 就拍成了闫瑞生这部片 好家伙 你可以说 你说 你刚说民国初的这个女人 她用各种方式 只要她会被注意 或者新闻也好 媒体也好 让她成为焦点 恐怕已经 无暇顾及 到底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在明光亮相的机会之下 所产生的集体的美容 诶 这个分析好好